听说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欢迎来到由 更懂中式烹饪的老板电器冠名的 听说很好吃 我是依依 欢迎大家 首先让我们欢迎好吃联盟 那今天也有很多新朋友来到 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欢迎好吃创意人 吴尊 哈啰 大家好 黄毅 哈啰 锦龙锦笛 好 欢迎你们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好吃品鉴团的 各位美食达人 欢迎本期节目的四位顶级大成 大家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好吃联盟 这一次你们要派谁来对决 我们的好吃创意人呢 这一次我们 来 我们这次决定共同作战 但是你们人多欺负人少 你们不怕胜之不武吗 哎 我们就靠胜之不武了现在 那你们看一下我们好吃创意人 你们要选谁来对垒 对着 都害怕 不能选锦龙锦笛 但是我去年还唱了他俩的歌 多一个人都不行 我们现在 对这 无尊歌怎么样 尊都 所以是 哎 有点 真多质品 对啊 是无高零 对不对 你输了也不丢人 我们输了才丢人 对对对 有道理有道理 那 ok 我接受挑战 这么快就妥协了 哈哈哈 那我们来期待一下双方的精彩创意美食提案 首先有请好吃联盟 呃 这样啊 我先来讲两句啊 我们这个寝室掌管着季节的更替 接下来呢 我们的同事东东马上就要上岗了 所以我们也寻思着 怎么给他开一个欢送会呢 哎 精神精神行不行 哎 秋发 哎呀 我下海快打盹呢 我这咱们 哈哈哈 这是困难 快 真的 好好想想 你和东东 你们每年上班的时间最长 你来决定吧 都听你的 嗯 那听我的就听我的啊 咱们就送他礼物 我们要不要给他送个动物 送个老虎吧 老虎 嗯 秋老虎 哈哈 都过时了 不是 我送秋老虎 只要表达我对东东的这个热情 不行啊 哎 我看 还是我的比较行 我的礼物到了 自己还偷摸准备的东西是吧 啊 看我的礼物 啥呀 哎 这个礼物最能代表我 它是不下的时候很热 下了之后更热的 梅雨 我天哪 你听这个名字都不吉利 梅雨 你送人家礼物 梅雨真给人弄倒霉了 你送你 考虑都不是很靠谱 谁有什么别的办法 那你说怎么办 唱歌 唱歌 唱歌不花钱 唱那一首 一二三 月过山江 小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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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事了这么久 为什么一点默契都没有 还有你唱那首歌太老了吧 夏天 夏天 敲敲过去留下小蜜蜜 夏天留不下什么蜜蜜 只会留下一身蚊子的包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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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不是 唱不到一块去 计划取消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准备一道菜 一道非常适合 我回来了 各位 东东回来了 来 东东 离我远一点 朋友们 你们再靠近我 我就要融化了 我是东东 不是 不是 我们只是让你暖和暖和 哎呀 你们在干嘛呢 我们准备给你开一个欢送会 商量 商量 怎么样给你一个好的东西 你们还是别准备了 马上我就要去上班了 还是你们先准备准备吧 准备好什么 军大衣啊 秋裤 棉裤 保暖裤 秋衣 棉衣 军大衣 都先准备起来 听着都冷 哎呦 不要穿成这样子 到时候我冬天上班了 你们都要冷得感冒了 还要甩锅给我 呵呵呵 哎呀 不是啦 东东 你听我们说 我们其实呢 想要给你准备一道菜 对 这样你吃了之后 你去上班那几个月 就不会把我们忘了 嗯 什么菜呢 那我们就来这个 冻西瓜和冰淇淋 哎呦 我都已经这么冷了 你还想着要我多冷 哈哈哈 确实确实 我们东东非常的冷酷 我们真正想给你准备的是那个 换季吃的东西 换季美食 这个好 我喜欢 一定要给你有一个连接 你看我们秋天穿的秋裤 到冬天还穿 这就是我们彼此的连接 对不对 换季美食 有道理 就吃这个 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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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季美食 郭大厨说 其实一年四季 大家在换季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小困扰 嗯 怎么样才能过渡过去 让自己尝到什么 各方面也比较舒适一点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诉求 换季美食 很考验大厨的难度 啊对 哎等等 我们还没完啊 节目录到第17了 做菜呢 也得上个难度 嗯 在微博我们发起了 没想到舌头也有 mbti的活动 超30万的网友参与了互动 最受欢迎的舌街mbti就是 辣香鲜甜 所以今天这道秋冬换季 必吃料理 也是我们送给广大网友的一个菜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爱 辣香鲜甜 那就拜托大厨了四个口味 一个都不能少哦 啊 天呐 我们这么刁难大厨 大厨真的不想接单了 一个菜四个口味 辣香鲜甜 一道菜 太冲突了 大厨要好好考虑一下 我们这个体验 因为不是只是为了我们 是为了30万网友 哦 不要在乎我们 你是懂拉票的 不要在乎我们 最重要的是网友 哇 不是懂拉票的 好故意啊 孙哥都想打我了 你们赢了 你们赢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大家真的到了换季的时候 你们有什么困扰 全是困扰 有 太多困扰了 真的特别明显 皮肤嘛 干 痒 干 而且容易过敏 然后打喷嚏 我就是早上停不下来 脸上还长痘痘 有的时候会失眠 就觉得燥热 不知道为什么 这其实也是一种虚的表现 嗯 哦 虚 嗯 对 敌敌有这个困扰吗 我本身就干 换季的时候特别干 就特别痒 痒得不行 痒得不行 就我也很干 我经常会流鼻血 你是那种莫名就流鼻血了吗 莫名就流鼻血 因为我在北京住的那阵子 后来流鼻血也流成常态 我都不管了 你洗脸它就开始流 我就也不想止血 我想说先把脸洗完 我那个泡沫是红色的 我把血跟泡沫搓到一起 这血也太多了吧 管它的 有的时候我洗澡 洗澡的时候 哦 流鼻血了 管它的 就在这儿流 反正最后一冲就完了嘛 你真是不在意自己啊 没事 没事 她昨天刚流过鼻血 对对对 也是跟我一样洗面来抽一点 是的 是的 然后还有我想起来啊 大家会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每天都洗澡 不停地洗澡洗头 然后就是头发什么 都会特别干 皮肤会特别干 越洗越干哈 对 我们问一下 孙哥 到换季的时候 你会有困扰吗 我的困扰是我 我比较怕冷 对 因为可能我们在文莱 没有冬天的 所以冬天我 比较不能适应